亂世出英雄 但在英雄出現之前 股市已見紅 恆新指數在10個交易日內急跌超過3,000點 香港第二季GDP按鈣倒退0.3% 要是第三季再出現負增長 將技術性陷入衰退 香港身為一個高度外向型和開放的經濟體系 經濟受貿易戰影響尤其嚴重 中美貿易戰越演越烈 出乎市場預期 中美於上海談判雖無進展 但至少雙方定於8月再次會面 可時在聯署局決定減息25點之後 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稱 由於中國未有遵守向美國購買農產品的承諾 宣布於9月1日開始 向餘下3,000億美元輸美中國貨加徵10%關稅 時賜中國的反擊 不在限於貿易措施上 而是將貿易戰變成貨幣戰 利用貨幣貶值刺激大動出口增長 在岸及離岸人民幣對美元雙雙跌穿七 人民幣離岸價跟創紀錄升低 美國隨即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事實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七算 被市場視為一個重要關口 至2008年以來未曾跌此一水平 綜觀去年至今的中美互動 可以看得到美國教中國急需達成協議 這當然與兩個的選舉制度有關 因此5月份時 中國將貿易談判推倒從來後 沒花一分一毫 也沒有具體承諾 就換來美國就華為供應零件的讓步 貿易戰是殺敵一千自選白白的策略 縱使自金融海嘯後 美國經濟一枝獨秀 而今次聯儲局採取保險性減息 更令特朗普在貿易戰上拿到一個保護傘 但是經濟老闆也會有食盡的一日 別忘記 已是美國向中國加徵的關稅 主要由美方的進口相承擔 特朗普是善於計算的商人 不是頭腦發熱的民族主義者 而中國亦明白 最佳的達成協議日子 就是特朗普連任前 不然 在沒有連任壓力下 特朗普更大機會開出一些更辣的條件 最近 避險資產價格大幅上升 黃金價格突破一千五百美元 預計金價在一千六百美元水平 會開始遇上阻力 上升速度減慢